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要你算這個極數 那這個極數的話呢 有兩項相乘 這個1的話 試案可以寫成 1減掉30分之0 然後的話呢 第一項的話呢 這個是30分之從0 1 0 1 應該是 第一項 這個有分成兩項 第一項的話 1減30分之0 1減30分之1 再1減30分之2 一直到多少呢 1減掉30分之28 1減掉30分之29 從0到29 這個的話呢 第二項的話 再從1到30 不過的話 好 那我們就給他 通分了 這個東西給他通分 1乘以多少呢 這是30分之29 29 這個1 1乘以 加多少呢 這個是30分之29 乘以30分之 30減到28 再加多少呢 然後這一項的話 可以寫成多少呢 可以寫成30分之30 可以寫成30分之30 好 就30 29 29 28 好 那我一直加 加到呢 這個是30分多少 2 2 乘以 這個 乘以這個 30分之1 再加 30分之1 乘以30分之0 好 那這一項可以消掉 那消掉以後的話 我們來看看 他很規則 這分母都是900 900 我把那個900 抽出來 分之1 那消掉多少呢 消掉馬的話呢 就看分子 分子的話 就1乘2 k的話呢 從1 到多少呢 1到這個29 到29 k 乘以k加1 我就1乘2 然後呢 這個2乘3 一直到28乘29 29乘30 這k的話 就從1乘2 2乘3 一直到多少 一直到29乘以30 29乘以30 好 那這個東西 我們有公式 我們有個公式 就是說 k 等於1到n k乘以k加1的話 這等於3分之1 有三項 就n乘以n加1 乘以這個n加2 那現在n是等於29 n的話如果是等於29的話 那這個就等於多少 3分之1 乘以29 乘以30 乘以31 29嘛 33 沒錯 所以這個是等於900分多少 這是等於900分之1 乘以多少 3分之1 或者是這個給它 捏掉 這10 這就等於29 呃 呃 這多少 乘以 乘以 29是30 減1啦 啊30是30加1 所以好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就等於 這個乘以10 再乘以多少 呃30 減1 啊乘以30加1 呃 這可以約掉 我要說這是90分多少 900 減1啊 900 減1 所以是90分之 899 所以大概是90分之899